我知道今天肯定要问到台湾问题 所以我特地带来了一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台湾问题早就准备好 当被问到国际关切大陆武力犯台的风险时 秦刚引述中国大陆宪法 强调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 中国反分裂国家法 对此规定的很明确 秦刚说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不可跨越的第一道红线 定海神针是一个中国原则 真正的护栏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台湾问题处理不好 中美关系地动山摇 台湾的主权只属于台湾全体2300万人民 只有台湾人民才有权力决定台湾的未来 这是再清楚简单不过的事实 另一道必考题当然是美中关系 秦刚花了整整十分钟 从美国击落中国的间谍气球开始骂起 有罪推断过度反应滥用武力借题发挥 制造了一场本可以避免的外交危机 秦刚批评美国嘴里说要跟中国竞争不寻求冲突 其实是全方位打压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如同两位运动员在奥运田径场上赛跑 一方总是要去半导对方 甚至想让对方去参加残奥会犯规了 7日上午除了台湾问题跟美中关系外 秦刚也强调中俄友谊走出了国际关系的典范 TVBS新闻朱光宏陈韵文北京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